我記得你 琴琴她出生第23天就來到了濟洋家庭 那時候社工友和原生家庭討論說能不能繼續照顧琴琴 只是因為琴琴的生母她生病了 所以她連一些基本的治療能力都有問題 所以後來討論之下就是才不捨得把琴琴出癢 那因為孩子的先天氣質跟她的發展的進程 其實比一般孩子來的慢 那包括她身高體重都來的比較小 那所以在營養部分 然後或者是在體能 比如說我們有幫她排一些律動的課程 對然後當然上幼兒園啊 或者是上物理治療啊 智能治療等等的 就是我覺得她是整個團隊在背後去幫忙她 他們在2014年的時候 陳爺雙子在我們之前收養的一個孩子 那她現在是已經大概七歲左右 她們對於收養的傾情 她們是態度很堅定的 然後她們其實是 會願意就是不管遇到什麼困難 都會一直一直支持著這個心靈一直走下去 她們都不會想到她的 我也是希望你看她們 會被想到我 然後可以對日子 她們在兩位學校 那叫她們大學 那小學生 所以不知道她們 她們的小學生 我感受到幸福 幸福 終於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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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長時間 很長時間 我們有準備的房子 我們有很多衣服 我們有很多衣服 我們有在廚房 我們有一個衣服的房子 他們有同一個衣服 我對她的衣服 我想我買了它幾年了 是的 我們知道她會移動 我們在家裡做的衣服 我們做了一個衣服 我們帶我們去一個衣服 我們走到一個山上 或一個山上的衣服 我們有一個衣服外面 那是我們很期待 所有的我們 會有一種人 就是覺得她才五歲 但是 但是她就要經歷 很大的變化 就是 就連我們大人 可能要經歷這樣的變化都 沒有那種強的心臟 但是 我們會希望她很感的去 其實從這件事情 結果我覺得 還蠻沉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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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會 一直想念她 然後把這個 注射的愛放在心中 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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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